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怎么在Realt里面去实作DebounceFunction 最后把它变成一个CustomHook去使用 这也是之前有观众提出的问题 就是问说能不能介绍一点CustomHook的东西 各位的需求都有看到 所以现在一样就有整理了一些之后会介绍的一些东西 因为东西有点多所以没有办法及时的把这些东西处理完 所以我们就可能慢慢的去消化这些东西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需要使用到Debounce 那之前在JavaScript里面有去实作过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在Realt里面去实作 先带大家看一个范例 写错地方Realt 然后我们会去使用到useState 还有useEffect 那我这边叫它Search好了 然后SetSearch 我先去实作一个很简单的SearchFunction 所以我们这边会有一个Input 那我们把Value放进去 然后OnChange 我们有一个HandleChange的Function 然后就把它写在这边 HandleChange 然后并且我们这边有Event 然后去设定这个Search的文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功能这么正常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Input的处理 好我们先储存 然后看一下画面 我重新整理一下 好现在就有在画面上看到我们的文字嘛 好那Debounce 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Input里面 可能我输入文字之后 它会执行一些Function 例如说发API Request到我的后端 或是到某些API的Endpoints 但我们不希望说每一次只要使用者输入一个文字 就发一次API Request 所以我们就会做这个Debounce Debounce就是说如果现在使用者还正在输入文字 好那么就不要发Request出去 直到什么直到使用者停下来 可能过几秒之后 你才把使用者输入的这一段文字 当作API Request发出去 就是我们这个文字嘛 好那这个时间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来调整的 好那么来看一下 怎么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所以我们这边也先去见另外一个State 叫DebounceSearch 然后StateDebounceSearch 好然后它也是一个空字串 好但是在去实作这个Function之前 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会用到我们的UseEffect 因为我们要去观察说 每一次使用者输入这个文字之后 我们希望它输入的文字可以被存到这个DebounceSearch里面 好但是这也牵扯到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UseEffect里面的CleanUpFunction 好所以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希望说只要每次这个Search 只要有改变 那就是重新执行我UseEffect里面的Function 好然后我们先在这边写一个ConsoleEffect 然后在这边写一个CleanUpFunction 然后我就直接ConsoleCleanUp 好我们先储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要注意的是什么时候Effect会去执行 什么时候CleanUp会去执行 所以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好一开始Effect有执行很正常 然后我们来输入文字 好你会发现说每一次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这个Effect还有CleanUp 这两个Function都会去执行 好因为我们只要输入文字改变了以后 那我们就等于说我们离开了这一个范围嘛 所以它也会去执行我们的CleanUp里面的Function 如果你的dependency 就是我们的Input里面的Search的话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在这个 UseEffect里面去实作一个Debounce的Function 像这样子 ConsDebounce 等于我们的SetTimeout 我们去设定一个时间 让它延迟直行 例如我们这边可以设定0.5秒 好那在这个DebounceFunction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Set 我们的DebounceSearch 把我们的Search丢进去 好那现在这样也写会有一个问题 就说如果你每一次Effect之后来执行这个Debounce 然后注意我们是不是Set了一个Timeout 好那如果你没有把这个SetTimeout 给CleanUp的话 给Clean掉的话 那我们这个SetTimeout就无限叠加下去 所以我们在CleanUp這邊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只要每一次触发到CleanUpFunction的时候 我们就去执行CleanTimeout 把这个Timeout给清除掉 像这样子 好这样就不会造成说我们的Timeout 无限叠加下去的情况发生 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DebounceSearch 我把它丢在这个下面好了 好DebounceSearch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 这样的Function能不能成功的执行 好所以我们先储存 好回到我们的画面 好先重新整理 好那么现在来输入文字 好你会发现说我们的DebounceSearch 目前还没有出现任何的文字 好然后等到我停止输入 好你就会发现说过0.5秒以后 我们的文字才写在这边 我们的Debounce才正式的被去触发 好这是因为我们在这边有去设定一个0.5秒 0.5秒的时间 好只要使用者没有在输入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去清除这个Timeout 好所以就可以让这个Timeout跑下去 这是最基本的Debounce的写法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包成一个CustomHook 让你的每个Component可以去使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把这样一个逻辑 包成一个CustomHook 好所以我们去建一个新的档案 叫UseDebounce 好然后我们一样就把UseState 还有UseEffect给Import进来 好然后这边我们要做的事 就是把这一段逻辑 丢到我们的Hook里面 还有我们的UseEffect的这个逻辑 都全部搬过来 好然后呢我们这边这段文字就可以删掉了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UseDebounce Hook 它要接收的外部参数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Search 好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去接收一个参数 我们就叫它Value好了 一个通用性的名字 好然后就把这个Value给丢进去 好这就是这个Value 就等于我们刚刚的Search文字的意思 所以等下我们在用这个CustomHook的时候 会把Search丢进来这个UseDebounce 好在这边我们只要Return 我们的DebounceSearch就好了 好然后我们现在储存 好然后在这边去引入我们的UseDebounce 好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叫它DebounceSearch 等于我们的UseDebounce 好并且我们是要把什么 我把Search给丢进去 好然后现在一样储存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跟刚刚一步一样 好所以重新整理一下 好然后一样输入文字嘛 我现在都还没有停下来哦 好然后我现在停下来 好没有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好0.5秒之后才去触发 我的Debounce的Function 好这是第一种 你如果是要依赖这个Input文字的话 好但我知道你也是希望说有一些Function 是需要延迟执行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丢Function进去给这个UseDebounce 让它变得更灵活一点 好先把这个UseEffect删掉 好我们来建立一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里面只会显示Console而已 我来做一个测试 所以我叫它complicate func 好那我们就console.log 把这个Function的名字丢进去就好 好但现在因为会有hosting的问题 所以我把它变成一般的Function 好就不用再用ArrorFunction 好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Function传递进去 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好所以我们现在储存以后 我们的这个UseDebounce 应该也要去接收到这个参数 好所以我们就叫它callback 一个callbackFunction 好然后我希望它也在这里 我们的Debounce里面去执行 好所以我们要把callback给丢进去 好那现在一样储存 好然后重新整理 好那我们现在来console输入一下 你会发现说我们目前console只有跳出一次 complicateFunction这个文字 好那当我们停下来以后 好你就会发现说没有 它执行了 但是它执行了两次 所以你会发现说 它是不是有被重新创造的这个可能 因为我们重新渲染嘛 重新渲染以后 我们这个Function 就也会被重新recreate一次 因为在JavaSquade里面 我们的Function是不等于Function的 所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你可以用UseCallback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我这边就建一个新的Function好了 好那这个名称就叫它 complicateFunction 然后callback 这个名字取得不是很好 先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就把我们的complicateFunction 丢进去 然后它没有dependency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不是用一般Function的话 就是会有hosting的问题嘛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 debounceSearch 挪到下面 挪到这个complicateFunction callback的下面 然后就把这个丢进去 然后现在储存 然后重新整理一次 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多渲染一次 那你会发现说有没有 它只有渲染一次而已 就没有再继续执行下去了 这是第二种解决的办法 如果你有用到Function的话 那我们就先把Function先拿掉好了 给我们现在不会用到这个Function 然后在我们的hook里面 这个callback也可以拿掉了 就把它全部都删掉 留下我们的Value就好了 那现在我们知道说 我们这个 debounceSearch 它是可以被延迟执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 可能再去实作其他的SearchFunction 像这样子 我先把UseEffect引入进来 记住我们刚刚讲的话 它现在是会被延迟执行的 所以它的值是怎样 它的值是只要 当我们没有在input里面输入文字的时候 才会重新创造 所以UseEffect 如果听得懂的话 应该就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是我们会把 这个debounceSearch 放进我们的dependency里面 那我们就知道嘛 只要有这个dependencySearch 重新被建造 值不一样的话 才会再去执行 UseEffect里面的Function 所以我们可以假装 我们有一个get apiData的Function 然后你可能在里面就去 取得API资料嘛 然后中间可能就去执行一些 AsyncWed的操作 然后最后执行完之后 就是一个end 当然中间你这个过程 可能一样去set 你的loading的state 但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模拟就好了 然后我们来执行这个getAPIdata 但我真的没有做全部的防范 所以它在第一次的时候 一样会去执行我的getAPIdata 我们的画面第一次 所以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现在第一次有执行嘛 然后我们在里面去输入文字 记住我们现在 输入文字 是不会去执行 我们的UseEffect里面的Function 直到我停下来 好你就会发现 有没有我们的这个Function 成功的被执行了 但是它是延迟执行 所以再提醒一次 我们的UseEffect Dependency 是我们的Debounce Search 那Debounce Search 什么时候会被重新建立呢 是我们在input里面 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原本在输入文字嘛 停下来 然后过个0.5秒以后 这个值才会被改变 然后才会重新去执行 我们的UseEffect里面的Function 那这应该就是今天想要介绍的部分 当然现在我们可能比较少 会去自己实作 全部的这些Function嘛 当然还有Throtter啊 Debounce这些 现在都有一些第三方的套件 可以直接来使用了 像Roddash 还有Ratehook的这个套件 你只要把它input进来 就可以很简单去做使用了 这支影片只是要跟各位讲一下 可能用最基本的方式 带各位了解说 它是怎么样来执行的 我们的Debounce 在我们的React里面 是怎么样去实作的 大概是这样子 希望这部影片有帮助到各位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